這間專吃柚子鹽拉麵的店舖 平時排隊排得死 簡單的提示就是早上來吃 幸好的話,直入不用等 還有,你可以放心,不用怕胖 因為這裡的拉麵有柚子鹽的味鹹 再加上阿富利山水製食 吃下去極度清爽 為何又帶我們來吃拉麵 我帶你來吃拉麵一定有原因 因為這間店的老闆 在20年前開始做柚子拉麵 他發現柚子加入拉麵時 不會破壞拉麵本身的味道 甚至加上清爽的感覺 你吃甚麼櫃子,要吃嗎 要煎麵,要煎麵 好,煎麵 我想選擇一個 大家看起來不是特別起眼的 因為這裡吃拉麵 吃飯 這個飯跟柚子鹽拉麵一樣感人 待會我讓你試一塊 好 很厲害,這個炸燒叉燒飯 很香 很香 我吃了… 我試試這個 聽說 這裡真的有柚子肉 我也有,我也有 你的飯也有嗎 對,真的有柚子肉 對,真的有柚子肉 然後… 像混合在湯底 像混合在湯底 對,淡淡的味道 不會太油膩和太膩 這個是… 這個麵就是這樣 很可愛 可以拿來試試嗎 好像海捷一樣 我的麵看起來比較突出 但這個看起來像海捷 我看見它油轉了雞 然後變成蒸藥麵 跟我們吃下去有甚麼分別 跟茶匙一樣 很粗糙的味道 柚子的脂肪很合適 對 鶏肉沒有焗熟 所以很粗糙的味道 因為雞沒有燒過 所以不會像我們吃豬那麼油 而且平日豬的脂肪會較多 選擇這個雞就像雞胸肉 這樣就清淡一點,不要太容易肥 我為何說這個飯很好吃 就是因為可能用一些叉燒的粒 而且油脂分布也很平均 之後一堆叉燒粒燒完之後 會把油倒進飯裡 這個叉燒粒在它燒完後 是入口即溶的 不像厚叉燒那麼有咬口 再加上蘿蔔溶解膩 所以我有時候會覺得 可能這個星期在日本 已經吃了很多不同的拉麵 我就會選擇飯來吃 有幾個吃拉麵 你每晚都會吃我媽咖啡的 有裝飾 別這麼說,笑話不是… 你昨天才鋪全 預好時間早餐吃威水拉麵 避過排隊人龍 不用一百元吃到 青生柚子鹽加山水製拉麵 爽了